那儿呢 那儿呢 小鱼 你媳妇喊你回家吃饭了 你们俩怎么一块来了 不带他来怎么解决问题 工作没了 走走 知道了 他家我家呢 谁呢 他怎么跑你家去了 厉害了 带着孩子一起来 你俩一块儿一家出走 一家三口一家出走 出走得够彻底 说我们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是不是有点玩大了 玩得一点都不大 工作丢了 又缺钱 你丈母娘更厉害了 把孩子信都给盖了 厉害 小鱼 别添我家素了 照我说啊 差不多你们俩就回家吧 你不但有一个好媳妇 还有一条好狗 你说话呢你 我咬你肯定用嘴面 这 别说姐不帮你啊 拿上简历 到我们公司来面试一下 好 好 我有话跟你说啊 都怎么了 你先别管了 我怎么能不管 你这受伤了 我看看 我告诉你啊 我们战斗的结果就是 我妈要把孩子的事 改回来了 而且她要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她要走 我是不是就能回家了 你还要在外面流浪啊 我哪想流浪啊 风采露宿的 我才不要 我想回去 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觉得她已经表态了 咱们见好就说吧 好 好 你以后 你一身可是我都不许 靠下我跟孩子啊 快了 不会了啊 我们只许演戏啊 不许真的离家出头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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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乔乔丽丝 是妈不对 妈妈给你添麻烦咯 但是妈妈不是故意的 我是希望你好的 妈妈走了以后 你要按时的吃饭 按时的休息 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乔乔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又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不管到什么时候 妈妈最心痛的 都是自己的娃娃 妈妈 妈妈走了以后 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靠自己 好 有什么事情 就跟妈妈来电话 你干嘛 你信真的啊 还能在这儿刷牙 不然呢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跟你妈单独地生活 在这个房间下面了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 我当啥事呢 这有啥好担心呢 那怎么着 你们俩还能把房子点了 我们俩真有可能 把这个房子点了 至于吗 我都不知道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 我在担心什么吗 不知道 我跟她根本就是 两个世界的人呢 她 而且她老管我 你们不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们是一家人 你放心吧 我妈那边呢 我一定会去做工作的 至于你这边 你要时刻地想 你看 有一天 你也会变成别人的婆婆 你是不是希望 你的儿媳妇 能多包容你一些 说得也对啊 我说我 我有一天当个婆婆 那只要乔乔喜欢她 自己家娶回来的媳妇 咬着牙也得把日子过完呢 没错 所以你以后 一定是个好婆婆 但是今天呢 咱先从一个好儿媳妇 开始做起 好 加油 相信你 媳妇熬成婆 还有薅藏的路要走